爱因和员工英冲一起去为画廊采购装饰品 爱因刚到不久 老公谢长江带着女佣婉莹后脚就到了 英冲是谢长江的小兄弟 多年前就为她做事 为了避免他们三引起尴尬 英冲悄悄地拦住爱因 可惜谢长江和婉莹的亲密举动 还是被爱因发现了 作为真正的谢太太 爱因此时站出来的话 难堪的只有婉莹 没想到爱因却顺着英冲的阻拦 躲在她背后不让谢长江发现 直到她和婉莹离开 爱因才走出来 这时候轮到英冲不解 让下属知道自己被绿这么丢脸的事 爱因为何不当面讨伐 挽回颜念 其实爱因并非第一次发现 谢长江外面有人 爱因为孩子筹办生日宴的时候 太太圈已经有人刻意提起婉莹的名字 当时爱因并没有联想到 出轨的人是谢长江 还在为其他的太太感觉可悲 不久之后 爱因就在谢长江的西装外套里 发现了她送给婉莹的礼物 婉莹年轻 漂亮 又会做生意 和爱因相比一点都不差 别人偷吃都是小心翼翼 不让老婆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谢长江却明目张胆 把送给情人的东西落在家里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 在这段婚姻里 谢长江占据主导位置 一点都不把爱因放在眼里 谢长江家才万贯 身边从来不缺女性 她不怕 更不在乎爱因会生气 吃醋 在谢长江眼里 爱因不是唯一的那个谢太太 说实话嫁给这样的人 对女人来说真是一场灾难 可是爱因却不能离开谢长江 爱因嫁给谢长江之后 住上独栋大别墅 在家有庸人 出门有司机 是妥妥的豪门贵妇 爱因花九十万拍卖了一件藏品 回头就转送给老外 家中的奢侈品包只买不用 连庸人都为她感到可惜 一份TPT只要有不满意的地方 她不让营销公司修修补补 而是一生硬下让对方重做 爱因能够得到各界人士的尊敬 源于她是谢太太 爱因情商高 又有艺术才华 可如果没有谢长江这层关系 上流社会的人根本不认她 因此不是爱因不敢讨伐谢长江 而是不能 进入婚姻之后 爱因才知道地位和靠山 对女人来说有多重要 闺蜜李英男和老公徐心 两人从校服到婚纱 也算是为爱进入婚姻的人 然而婚后生活却是一地鸡毛 徐心创业失败 被人骗钱 每个月都得有老婆的信用卡 为迟发工资 李英男宁排大学毕业 工作兢兢业业 把公司当成第二个家的她 最后却惨脏老板套路 差点跳楼轻生 李英男没能力吗 不是的 而是徐心如果靠谱一点 李英男根本不用过得那么累 在李英男的身上 爱因更加肯定 把婚姻当成工作 遇到好老板时要懂得见识 爱因的两个孩子即将上学 这时候对她来说 时间是最充裕的 换成其他富太太 可能会每天和名媛贵妇们一起逛逛吃吃 毕竟人家也有那个实力 爱因非常聪明 从不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 不躺平 是爱因最理智的做法 如果什么事都不做 爱因和谢长江外面那些红颜知己有何区别 要是把时间花在美容保养上 爱因也拼不过外面的小年轻 所以当婆婆逼她生三胎时 爱因用一份体验报告 对得婆婆无话可说 爱因把生三胎的时间 用来经营自己 她用谢长江的钱 办了一家上档次的画廊 自己当老板 谢长江以为爱因喜欢当谢太太 其实她更想通过老公的资源 一步步让自己变成爱总 可在自己还没有完全独立强大时 爱因只能忍受谢长江的各种过分行为 妓女惹事 爱因为她摆平 前妻进门 爱因笑脸相迎 谢长江口袋里一张99元的避孕套账单 爱因忍着内心的愤怒 将她揉碎后丢进垃圾桶 不生气 不揭穿 只有内心强大 对生活目标清晰的人才能接得住 广东有句俗话 时得贤于底得可 这句话的意思和御代皇冠 必成其重相接近 对别人来说可能不值 但对爱因而言 却是她的生存之道 毕竟爱因也不确定 能否和谢长江走到最后 与其把时间花在猜疑和斗争之中 倒不如把对方的营养吸收到自己的身上 万一两个人最后分道扬镳 爱因带走的不是一身伤 而是硬核的自己 度过今生 未来和巨风雨 所以说聪明的女人 会把婚姻当作成长的平台 让自己变成越来越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